原味烹調 Found to Table 生活美學 Dreams come true 我們的幸福主張 就是健康新主流 這個隱身在嘉義東石鄉的養殖場 可是台灣唯一有機養殖七星如魚的地方 喬著池邊綠油油的一片 跟其他養殖場截然不同 而且這裡的七星如魚 吃法可是與眾不同 爹地啊 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走在魚池旁邊 跟往常我們採訪的魚池不同 第一個 它沒有味道 對 沒有錯味 也沒有魚腥味 第二個 我覺得最驚訝的就是一片 周邊都這樣綠綠的 好美喔 柯大哥 你這麼用心的栽培 這個綠化是為什麼 對 這種族也耐寒 耐熱 那它種在這種草 種在魚溫旁邊 它有它的用意嗎 比較不會鬆雜草 滷下魚 它可以保護那個土的好處 土不會下去 然後再變成下面的魚好多土 聽說你的鱸魚比較沒有土味 養殖的可是沒有土味 原因在哪裡 我們鱸魚不少吃鱸魚 鱸魚 鱸魚不少吃鱸魚 對啊 所以它一天吃幾次 一次 一次 好 那吃什麼鱸魚 完全配合鱸魚 工廠出來的完全配合鱸魚 特調的 OK 不能起太多次 然後第二呢 為什麼沒有泥土味 因為我們土地處理得很好 怎麼處理 魚池底部怎麼保養 對 怎麼保養 還有曬乾 還有曬乾 多久一次 就曬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所以要把水全部撈乾 然後要用太陽曬它 鱸魚你賣出去 平均大概可以倒多大 差不多 日本的規格是三斤到五斤 三斤到五斤 可是我們一般在市場買的鱸魚 那個大概兩斤 一斤多兩斤 一斤多 才一斤左右 一斤左右 為什麼你要養那麼大 是那個需求嗎 對 日本就是要讓我們買的 日本要需求 假設你的魚的標準不錯 那日本給你們訂這個鱸魚 他們是要做什麼 對 鱸魚吃鱸魚喔 對啦 我以為都吃海的才吃鱸魚 這個也可以 可以啦 為什麼鱸魚他們會拿來吃鱸魚 我們都以為拿來 大部分台灣都看到真的料理 今天這個鱸魚啊 大概三斤 你看它比平常 我们在市场买的颜色比较浅 因为这个水的关系 它有地下水 有海水 有淡水 三种水和它的颜色比较浅色 哇 美丽 你看 力气很大哦 听说日本人爱吃鲜鱼 我们今天就要来试试看 鲜鱼的鲁鱼到底好不好吃 养殖鱼温加入环保概念 提升了品质 同时今天也为台湾赢得了国际的肯定 普时认真的态度和创新精神 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台湾之光 至于我们家爹地 Kevin的幸福主张就是 在厨房里为所爱的家人 烹调健康原味的料理 今天的幸福料理就是 泰式双腊如鱼二吃 哇 你看 哇 这个是活跳跳的 昨天刚捞起来的哦 Yes 你看这条鱼满一把 这个大概2kg 用心养殖的七星鲁鱼 那七星鲁鱼怎么认 最重要就是你看它背部有斑点 那这个通常老板会刮掉 你会看不到 那这个刚好还没刮鱼鳞的时候 你看得很明显 有没有 OK 那一般如果住家喜欢那个蒸鱼 那喜欢大概这样子 一斤半 差不多一斤半 大概一斤半 OK 这样子很适合一家四口 清蒸鱼鱼 对 That's right OK 好 那这个鱼鱼 但是呢 刚刚就讲到了 一般在台湾很喜欢吃鱼鱼 要么去清蒸 要么就煮鱼姜丝汤 对 我记得我在医院的时候 哇 开刀你都是 对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大家就教我说 当开刀的时候 对修复非常有效果 就是吃鱼鱼 That's right OK 那我今天来介绍不一样的 因为我跟你讲 鸡心鱼鱼 刚才属于白肉鱼 对 然后它比较猫favor 比较淡 比较不会有鱼的味道很重 所以很适合一道泰式 这是辽国的一个soup 东阳 东阳soup OK 好 那我们先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用鱼鱼来做 泰式的酸辣鱼鱼二吃吗 来个二吃 对 一般东阳 我相信你就是喝糖吧 OK 那我们今天来一个 最道地的就是 有点sip sip的 干爽的 但是有点sauce的 煎的 有点香气的 OK 好 那我们先来处理这条鱼 OK OK 这些鱼分解了以后呢 我们来分一下 这个 for soup 东阳soup 可以用头 当然你要看几个人 OK 骨头熬汤的部分 然后那个 for那个干的 用那个鱼肚 鱼肚 鱼肚之类 跟下巴 下巴 OK 然后汤要吃的肉呢 头没有什么肉嘛 对不对 因为头是吃胶质 那我们就是要轮切这个 好 漂亮 这样一圈一圈 然后因为它需要 它比鱼片 一片一片的鱼还慢熟 刚好吸那个东阳的一个味道 酸辣 酸辣 OK 那今天东阳我们多加了那个 鱼浆去做 去塞在 stuff在那个羊角 羊角椒 它是肉糕 很甜的 对对 有点像 鱼浆做成鱼丸放在洞 羊里面吃不错 对 所以我们刚好呢就是 先把这个鱼浆弄下来 因为等一下当你剁一剁 加一点盐巴 你的鱼浆会比较smooth 那我们现在就是 鱼浆要怎么好吃 其实很简单 那你这个新鲜的肉对不对 你把它剁一剁 可是你放一点 这个下一点海盐 然后我会加一点点胡椒 那我们把它过一剁 现在重点 重头戏 我们这个辽泰的那个 最出名的一个 一道菜是 tom yum soup OK 可是我们今天很特别 我们这个tom yum soup 它是很spicy 然后又很酸的一个味道 那它不能少了三味 第一味就是麻风干叶 再来就是蓝浆 好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很出名的这个 另外很重要就是 lemon grass 檸檬香茅 OK 檸檬香茅 OK 好 那这三味呢 刚好我今天 我们常常冰箱有一种酱 就是咖喱酱 我们现在来改造它的味道 让它有比较像tom yum的味道 OK 那我们这个 你把这个中间这个 vin拿掉 然后你把它撕一撕 揉一揉 它的味道很容易出来 OK 所以我没有加蓝浆跟香茅 是因为我的咖喱酱 就有这个最重要的 这两个那个ingredients OK 好 我们就 加辣椒酱 哇 你看 你搅一搅 有没有 这个干辣椒 very beautiful 因为你买大的干辣椒 其实它不辣 OK 可是它真色 好 那再来呢 通常有辣一定要有甜分吧 OK 所以呢 泰国很喜欢用的一个棕榈糖 OK palm sugar 那当然你看到我这手上这个黑黑 比较深色 因为 马来西亚跟印尼的 它的这个比较深色 然后泰国的比较浅色 我一直在想 到底这palm sugar是怎么来的 这个palm sugar 棕榈树哪有糖 它这个棕榈树要15年到20年 有没有 它开始长花了 它才会有sap 好像我们去采访那个 风树林 它说那个树芽长到一定很大的程度 才会有那个汁液流出来 对 才可以提炼成风糖浆 对 OK 所以尤其这种很多辣椒在里面 加了这个甜度下 就可以平衡它的一些辣味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买不到 最好就用台湾的黑糖会比较好 因为台湾的黑糖是浙糖 OK 就直接放下去了 对 那泰式料理的这个咸是用什么呢 它是用fish 甜用椰糖 不是 中铝糖 对 咸一定给大家知道 凉拌都会用它 鱼露 好 那我加一大匙先 那你知道东央 那个央其实意思是酸辣 酸 酸哪来 酸是tamarin 就是螺旺果 对 我们要它的这个肉 然后你加水 那它这样已经是挺挺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抓一抓 它的酸度才会出来 OK 那我们把它过滤一下 in case它的汁 OK 好迷人的味道 对 对对 这个酱就是煮到它很creamy OK 那我们来try一下 其实食材啊 有些时候你买的时候 这个lime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酸啊什么 所以其实 它这个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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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我们来煎鱼了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鱼要煎 那一般我们会煎皮先 保护肉 可是没有关系 因为肚子有一层末 它的甜分不流失 所以我可以先煎肚子里面这一边 再来煎这个皮 让它金黄色 OK 那还是要来一点点 很少 我们表面呢 还是给它抹一点点盐巴给它 OK 好 那我们要干煎 避免它出水 水珠是小粒的 那个快跑就可以了 好 你这样也不错了 在一锅里面有不同部位的鱼盘 OK 来 我们先来 盖起来 我们给它中火 来 一分半 一分半 OK 好 那有鱼没有菜 有点不 不是很均衡 OK 所以我们今天用秋葵 秋葵最适合酸辣 那只是说我们如果说 像这个尖尖的 它比较容易熟 对不对 它容易过熟 所以我可以用这个 一点香茅的味道 稍微顶它的 这样变成 借香茅的香气来熏煮秋葵 因为一般来讲 秋葵像这种头尾不均匀的食材 大部分人会习惯用滚水去汆烫它 可是即便穿到熟呢 常常是下面还不够透 上面已经很软了 可是今天我们要像食物 切水的概念呢 我们可以用少水的里面 也就是用一点点水 才是蒸汽把它熏熟 OK 大概两分半 给它先 OK 我们来看一下鱼咯 无油煎鱼 保证比较甜 然后也保证比较没有鱼腥味 我已经觉得鱼感觉好好吃 很好 很好 你看 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介油的方式 也是皮要先切紧 因为皮可以把它撑开 对不对 对 就不会变形 对 这个是皮往下的 OK 那可是我这边要下一点酱 yes 那因为这个酱 为什么我说你要做的 比较creamy一点 不然它留下来就烧焦了 这边我们可不可以加一点东西呢 香药吗 对 你说的对 来 我很喜欢这个野姜花 那泰国东样是没有加的 所以我今天来一点这个野姜花 哇 我喜欢这个味道 OK 好 盖起来 试一下 盖起来 好 我们来看这个好了 好 快点 哇 漂亮 很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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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绿很绿 好 good 可以了 哇 你看 这个逼出来的油 多余的油 我们就不要下到我们的鱼了 我就是吃干爽的 OK 好 那我们直接就起锅了 好 我们要进入最popular的一个东央soup soup OK soup soup 是我最爱的soup 对 OK 可是我今天有加料 你看这是什么 羊角椒 OK 那原则上呢 这个辣椒 如果你的小孩怕吃甜椒的味道 它比较没有甜椒味 然后它很juicy 辣的 不辣 所以我今天要来塞 这个鲈鱼的 这样 这个鲈鱼 因为我发现它的鱼肉啊 很实在 很结实 所以我们刚才啊 有加 那个50cc的冰水啊 去里面打 所以你看它比较 smooth 然后也比较软 不会说硬硬的 不会像吃那个贡丸这样 那这个呢 在新加坡通常啊 叫lady's finger塞一个 塞一个 可是这很大对不对 可以塞啊 这也可以塞 来 就直接这样塞 塞一点点 好 给你塞 它凸出来没关系的 OK 那这个呢 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切直的 OK 那尾巴比较瘦 可以长一点 然后这个呢 就这样一段一段 OK 好 那我们就这样来塞 在泰国呢 通常你喝东阳酥呢 不是虾 就是鱼 不然就是鸡 那我们今天来结合这个鱼跟虾 鱼虾混搭 OK 那刚才我们这个已经是 一块一块切好 轮切的 有没有 OK 这样子的话 有骨头的甜分 那有些人要快煮 OK 好 那你可以让这个鱼肉 有点butter fry cut butter fry cut 是一刀断 一刀不断 对对对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呢 今天重点 在这个soup里面 就是很多这个香料 OK 那这些香料呢 是让它释放在你的汤头里面的味道 所以呢 不大适合 都是切小小切小小 等一下 你捞到吃到 是不好吃的 所以我们先来烤一下会更香 OK 那我们先烤这个gol 洗好 把外面剥干净 有没有 烤下去 到底的东阳 不会加洋葱 那我们今天加洋葱的原因是 因为要增加这个汤头的一个营养的甜分 那这个就是通药里面不能缺少的 这个很cooling effect的这个 蓝浆 蓝浆 OK 好 也是下去烤 OK OK 那再来 也是另外一个不能缺少的 Lemongrass OK Lemongrass呢 最主要是这一段 最香 OK 那我们把它拍一下 那我是 不要切太小 我喜欢是 大块大块 这样给它烤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汤头要 更鲜美 更好喝 那我们就是来加一个鸡高汤 那我们这个烤热热 这个香料是更香的 OK 来 小心 十杯水 十杯高汤 不是水 OK 给它炖一下 那这个呢 这个头呢 我们是要吃它的胶子 千万不要剁小小块 OK 你整个煮 它吸饱这个 东样的一个酸辣的一个汤头呢 哇 你吃这个 这边有鱼肉 这边有鱼肉 有鱼肉眼睛也可以吃 OK 可是我们现在来汆烫一下 OK 好 这个大鱼头 大概需要个四分钟到五分钟 我们就给它下去先 OK 好 盖起来 那我们今天 一般他们 在那个东样 在泰国 他们喜欢用这种 Chili body 他们甚至连纸都加下去 我们今天不敢吃辣 我配一点大辣椒 OK 滚了 来 打开 我们把这个辣椒 OK 这个不辣的 我觉得不用切片 就是整个放 对 而且小辣椒 就是这样直接下 OK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可以加一点麻风干的一个香气 你只是要把它揉一揉 然后撕破 OK 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香气 就是 泰国也蛮爱用的 就是这个 我们所谓的香菜 可是它这个梗呢 比较更香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梗拿下来 OK 让这个梗的香气 浸到你的汤头 要盖起来 香气才会在里面 OK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姜花 蓝姜花 是吃那个 Royah OK 那我今天呢 就拿来加在这个汤头里面 OK 给它盖起来 那我们这个虾呢 我今天呢 用这个虾 是要 让这个汤头 有不同的一个 texture跟口感 所以我不把虾 放在里面 我今天要把这个虾呢 是用煎的 哇 它QQ 因为这个是斑结虾 OK 头 等一下煎一煎 也可以放到汤头里面 让它吸 吸收那个spicy Don't yum的味道 OK 好 一点点油 就足够让你煎了 好 那我们就是 把这个虾子 好 因为我要让它 有点翘翘 比较美 所以我排的时候呢 就直接这样子了 我可以放一点香料 OK 就好像用fresh chip在上面 就把香料铺在上面 先把它 给它煎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 这个time再一分钟 鱼块呢 来 这种 厚的 轮切先放 轮切的先放 这个鱼肉 葱鱼的煮法 就是煮到九分熟 盖起来呢 用一点余热啊煮啊 你的煮一下就会香 and then and then this 好 那你可以用这个 可以吃小的这个 剥的 Abalone的 这个掰的 杏鲍菇 它这个比较耐煮 给它进去 这个可以先煮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虾 yes 这样吃就很好吃的 你看 so beautiful ok 我跟你讲 这个fish我刚才有说过 不要煮到太熟 太熟会色 ok 你煮到九分熟 有没有 那等一下你关掉火 你吃的时候 你的鱼刚好熟 ok 那我现在要快速 金银菇很快 来下 ok 这个 那你的鱼 鱼片要放吗 鱼片要放了 这就可以放了 对 好 这样要摊开 对 要摊开 可是我要调一点颜色 我把这个东央paste ok 大概两大匙先 如果不敢吃太辣的人 你看 这个酱放下去 有没有 你这样摇摇摇 有没有 摇你的锅 你的汤已经开始变色了 ok Lemon juice Lemon juice 一定要最后加 好不好 ok 三大匙 然后虾现在可以下了 虾 ok 下两个 好 这边 来 这碗你的 对不对 那我帮你加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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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通样soup should be spicy 这个通样soup should be spicy ok 哇 好多层次 像我是新加坡人 如果喜欢更spicy呢 这个做ready的homemade 通样sauce 可以加进去 哇 加了它的那个live 再加了我这个 够spicy 要记得 通样soup要spicy 不是要sour sour有 可是不要让spicy 不要让sour 蓋过spicy的那个flavor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酱呢 今天这个鲈鱼呢 无油煎 把那个鱼腥味逼掉 把那个鲈鱼的原味留住 所以有些时候好的食材 不一定要只是吃原味 你有好的sauce 今天rush rush on ok 然后这样子有没有 我吃病 我吃这个鱼排 哇 你看这个fish 它的这个texture 是Q的白肉的 多美丽啊 再配上这个红红的这样